子工廠工人趴在機器前 右手因為捲徑切後指板機器動彈不得 旁邊工人立刻按下緊接按鈕 消防隊員到場拿出電鋸 破壞切割機器外殼 防受困的工人戴上安全帽 由於手肘卡的地方太深 消防人員進一步拿焊槍切斷內部結構 來 小心來 來 小心來 來 小心來 工人總算脫困 但右手手肘開方性骨折 若被機器磨掉露出白骨 整隻手沾滿些血 救護人員趕緊用紗布包住傷口 把人送一急救 意外地點在高雄大社這間工廠 接近中午休息時間 工人用機器切割後指板 一不小心右手竟然捲徑 工作的時候因為他有戴工作手套 然後手套不甚被機器勾到 那因為那個機器速度比較快 所以他的手就也接連 跟著手套一直被捲進去 好險旁邊工人機警按下開關 提值運轉 否則右手可能當場被截肢 幸運撿回一命 但工人受傷嚴重 短時間內恐怕都無法工作 記者洪富人 ACP小組高雄道